父母不管什么时候都舍得为子女付出,而且在这个世上也只有父母才会真心对子女好,所以父母的爱很伟大,也希望所有子女能够好好地孝顺父母,回报父母。 可实际上没有几个子女能做到回报父母,甚至有的还不停地啃父母的钱,就是要么就是霸占父母的退休时间,像这样的子女是不孝的,以后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78岁龙,大妈一直有着养儿防老的观念,到了晚年之后,原本想让平时疼爱的儿子给自己养老,结果不但得不到儿子的养老,还被儿子赶回了老家。 对于儿子这样的行为,龙大妈很失望,也很后悔当初那么疼爱她。 不过好在龙大妈有一个好女婿,不但愿意为龙大妈养老,还特别地孝敬龙大妈,龙大妈在一住家这里住也住了十一年,后来龙大妈老家拆迁得到的所有拆迁款全部都给了女婿,虽然她儿子当时也很想要,但龙大妈并没有给,而是当场对她儿子说,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女婿才是我亲儿子,至于你只是一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 一起来听这个故事。 我今年78岁,我姓龙,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两个孩子都是我的亲骨肉,但受那个年代的影响,我多少都会有点重男轻女。 我对儿子永远都比对女儿好,平时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也会全留给儿子。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每个父母都做不到一碗水端平,所以我认为很正常,而且我的女儿很理解我,从未责怪过我偏心。 那时候,为了给这个家带来好的生活,我和老爸每天累死累活在外打拼,后来在我们不断地努力下,我们也听出了一番事业,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 有了好生活之后,我更加地复养儿子了,不管儿子想要什么,我都会尽力满足他,也正因为我不停地宠爱他,纵容他,他也变得很不懂事,平时也不会感恩,更不会对我说谢谢。 反倒我从来不怎么关心的女儿,在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她会给我端茶倒水,还会跟我说妈妈辛苦了。 每当我听到女儿这么贴心问候我的时候,我心里很欣慰,但我就是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什么事都想着儿子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儿子以后是自己的依靠,所以我想对儿子好一点。 这样以后,儿子也会被我养老。 后来,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还给儿子买了房和车,也帮忙给了彩礼,但是女儿结婚的时候,什么嫁妆都没有,甚至还要了几万块钱彩礼,不过我女儿女婿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平时该孝敬的都会孝敬,该问候的也会问候。 有时候,我也觉得挺愧疚的,只是我做不到为女儿女婿付出而已,生怕为她们付出会吃亏,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为她付出再多也没用,以后她也不会为我养老。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才明白只有女儿才是我晚年的依靠,儿子啥都不是只是一个白眼狼。 我退休之后,就去了儿子家帮忙带孙子,孙女,本来我不想去的,但是老伴去世了,我一个人在家住也很无聊,而且儿子儿媳正好是事业上升期,如果我能过去帮忙,那么也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可去了儿子家后,所有的生活费都是我出的,因为儿子儿媳不愿意出一分钱,有时候还让我给钱用,平时的家务活他们也从不做,全都交给我一个人做。 在他们家,我就像是一个带心保姆,不但要出钱,还要出力,但就算这样,我也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为儿子付出很值得,因为那时候我想着儿子是我的依靠,为他付出也是应该的。 后来我也帮他把孩子带大了,孙子孙女长大之后,我的身体也开始变差了,因为之前我付出太多了,平时也没得好好休息过,时间久了就导致身体没那么好了。 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儿子儿媳一句都没有问候过,有时候我去看病,他们还怪我乱花钱,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很失望,我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要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们,就连自己的退休金也补贴他们。 本来我每个月退休金有五千块钱的,卡里也有一些存款,可自从过来帮忙带孙子之后,我的钱就花得一干二净了,但就算这样,儿子儿媳也不愿回报,反而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我虽然心里很气,但我也没有计较,因为我不想跟他们闹起来,我只想一家人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可后来当我需要养老的时候,儿子儿媳却把我赶回了老家,他们把我赶回老家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加上我身体又不怎么好,为了不被拖累,就选择把我赶走,当时他们还对我说,谁愿意养你这个累赘,钱没钱,还一身的毛病,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伺候你,为了不被你拖累,你还是回老家吧,那里更适合你,而且你现在也没有严重到会病死的程度,所以你就自己过后半生吧。 实在不行了,就去养老院,反正别来找我们,我们可不想因为你导致压力变大。 当时我真的很生气,然后还把他们骂了一顿,可他们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而是坚持要把我赶回老家。 回了老家之后,我很难过,因为我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明明儿子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可他却没有真正的孝敬过我,一次都没有,每次不是向我索取,就是让我做免费保姆,所以我真的好后悔。 不过当时女儿得知我被赶回来之后,经常会来看望我,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买很多东西,要么就是给钱我用,看到女儿这么懂事,我心里满满的愧疚,因为我从未疼爱过女儿, 可女儿却不计前嫌回报我,我真的很感激她,不只是我女儿孝顺,我的女婿也很孝顺,经常问候我,关心我。 但就算他们孝顺,我也不敢让他们为我养老,因为我欠他们太多了,我不敢依靠他们,而且他们也没有责任和义务。 可谁知后来我的女婿却主动说为我养老,女婿见我年龄大了,一个人住也不安全。 看到女婿这么为我考虑,我真的很感动,也知道了,只有他们才会真正地孝敬我。 当时我也没有拒绝他们的好意,也选择了搬去他们家。 去了女儿女婿家之后,他们每天都很孝顺我,无论我想吃什么,他们都会做给我吃,想做什么,他们也会陪我做。 他们每天下了班后,都和我一起聊聊家常,还会给我按摩锤背,还有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也特别地乖巧懂事,有什么东西也会和我一起分享。 说实话,待在女儿的家我真的过得很舒心,每天的心情也特别地好,什么都不用做,每天只需要好好地享受生活就行了。 还有我的亲家母也在这里住,虽然亲家之间很容易发生矛盾,但是我们却相处得很和睦,因为亲家母很通情达理,平时对我也很照顾,我们如今也促成了姐妹。 无聊的时候,都会一起去跳广场舞,要么就是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我身边的人都特别地羡慕我有一个好女儿,自从有了女儿养老之后,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 当然,我也不会白吃白住,毕竟他们压力也挺大的,为了减轻他们的压力,我每个月都会拿出退休金给他们。 本来他们不想要的,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啃老族,可我强行塞给他们,他们也只好收下,我这么做是为了弥补他们,因为我之前太过于偏心了,我从未给过女儿好处,所以我想拿我这笔退休金来一点点地弥补女儿,这样我才不会感到愧疚。 一转眼,我在女婿家也住了十一年,这十一年来,我每天都是快乐的,我们一家人也相处得很和睦,说实话在女婿家住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甚至也变年轻了许多,因为我没有任何烦恼,也不用操心他们的事情,更不用像保姆一样为他们付出,但是每天去享受生活。 我也打算一直在女婿家住下去,等到了百年之后,我就把我老家的那套房子过户给他们,本来我打算留给儿子的,但看到儿子这么不孝顺,我决定不给了,给儿子还不如给女婿,给女婿女婿还会孝顺我,给儿子什么回报都得不到还被嫌弃。 可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本来打算房子过户给女婿的,还没开始过户房子,老家的房子就拆迁了,而且得到了一百五十万的拆迁款。 虽然很不舍得,因为那套房子布满了我和老板的回忆,但政府要拆我也没办法,不过拆了之后,我也打算把这一百五十万拆迁款给女婿,毕竟女儿女婿这么孝敬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就在我要把这笔钱给女婿的时候,我的儿子突然来到了女婿家,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接我回去为我养老。 当时我知道儿子来的目的,他来就是为了我手上的一百五十万拆迁款,为了得到这笔拆迁款,假装说为我养老。 等顺利拿到了钱,就一脚把我踢开,由于我看透了儿子,当时我并没有相信儿子,儿子见我不理他,直接对我说,妈,我才有责任和义务为你养老,你赶紧跟我走。 不要再影响姐姐和姐夫的生活,你在他们家也住了十多年了,现在是时候该跟我回去了,我只想把你赶回老家,是我的错。 以后我不会再那样对你,我会好好的孝敬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为了不让儿子烦我,我直接回应,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为我养老并非真心,要不是我现在有拆迁款在手上,你理都不理我。 这十多年来,你从未问候过一句,更没有打电话给我,如今我有钱了你却主动联系我了,你无非就是看中我的钱。 我虽然老,但我不傻,不可能会让你得逞,这笔钱我只留给你姐姐跟你姐夫,因为一直是他们孝敬我,为了弥补他们,我会全部给他们,你一分都别想要,因为我早已不把你当儿子看待,请你赶紧离开这里,不要影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当时,儿子气得火冒三丈,但我不愿意把钱交出来,也不愿意跟他走,他也正好回了自己家,回去的时候他还骂骂咧咧,但我没有理他,更不会再心软,因为他已经伤透了我的心,我不可能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后来我也把钱全部给了女儿女婿,当时女儿女婿说,其实你不用弥补我们,孝敬你是我们该做的事,就算你没有一分钱,或者是你一直偏心地地,我们也会孝敬你。 那一刻,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好幸福,有了一对这样的女儿和女婿,要不是有他们,说不定我的晚年都不会过得这么幸福,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们为我养老。 经过这一次我也明白了,人到了晚年之后,还是女人靠谱一点,儿子一点用都没有,同时我也希望老人不要那么偏心,一定要做到一碗水端平,也要好好地教育孩子,这样才有一个好的晚年。 朋友们,你们觉得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岁岁欢愉。 我和住物历练爱十年,结婚三年,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手机里小三发来的消息,我好像怀孕了,亲亲老公,衣服上还混杂着女人廉价的香水味,离婚吧,见男人。 她却跪在地上,以死相逼,求我复合。 可是,你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生日这天,原本答应陪我庆生的人,凌晨三点才回家。 助物历将外套随手一扔,晕晕呼呼看着我,老婆,生日快乐。 今天领导喊着一起吃饭,推辞不过,我也没办法。 说完她就瘫倒床上,睡得不省人事。 我体调她的辛苦,也不忍心苛责她,用温毛巾替她擦拭脸面,却无意间看到她领口处那一抹刺眼的红色。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那是口红印,粉嫩可爱的,不是我常用的颜色。 正当我打算把她叫醒质问,却听到滴滴滴,接连不断的消息声。 她的手机就这么大辣辣放在床头柜,我扫了一眼,谈出那一条最新消息时,我好像怀孕了,怎么办? 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很相信她,从没有检查过她的手机,这些年,她也一直坦坦荡荡,从不避讳我。 手机上录着我的人脸识别,我刚拿起来,手机就解锁了。 来人的信息全部映入眼中,到家了没有啊。 那个难伺候的大小姐凶巴巴地能照顾好你吗? 哎呀,好心疼你。 对了,祝哥,我这几天总是反胃,我好像怀孕了。 不行,你这几天要陪我喝酒吸烟,我要过瘾。 短短几条信息,让我如坠冰窖,在闷热的三幅天,一股凉气从脚底升到头顶,浑身发冷。 我网上翻,却没有见到其他的对话,他应该是进门前把消息都删光了。 也可能是对方单方面骚扰他,我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我凑近后,一股甜腻地不属于我的香氛充斥着我的鼻腔。 同样,不是我喜欢的香水风格。 我发疯似地翻着他的手机,越翻越触目惊心。 不知道该说他谨慎还是粗心。 都晕得不省人事了,还能记得进家门前,把他们的聊天记录清空。 但却忘记了删除通话记录。 频繁的通话记录都指向一个号码。 即使今天回家的前一刻,他还在和对方打电话,通话时长一个小时。 还有那特殊时间里的转账记录。 这一刻,眼泪不争气地从我眼中滑落。 我看着眼前熟睡的男人,通然觉得很陌生。 这还是我当初最爱的那个人吗? 我和住物里相识于17岁,彼时刚升到高三。 高三的辛苦和妈妈的期许,让我压力倍增,患有轻微抑郁症。 每天浑浑噩噩,不想说话,无神地趴在桌子上。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就像是即将被淹死的人, 做了努力地挣扎后,却无济于事。 但是,住物力是这时走进我的人生。 有同学打赌向我告白悲剧,觉得丢了面子, 在下晚自习的时候,带人把我堵到黑暗的巷子里。 那一刻,我甚至有一种解脱感,觉得不如就这样死掉好了。 一了百了,然而,想象中的伤害没有出现。 住物力就是这时候出现挡在我面前的。 我们俩前后桌,平时没有什么交流, 但他却第一时间冲上来保护我。 那一刻,他好像踩着七彩祥云来拯救我的英雄。 后来,他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和我的低气压不同,他像个小太阳的一样, 每天开开心心,傻月。 看到我闷闷不乐,就总是趁着课间逗我开心,逗我说话。 林岁欢,这道题怎么写呀? 林岁欢,我带了超级好吃的巧克力, 多吃甜的,心情会变好。 林岁欢,你笑起来真好看,多笑笑。 林岁欢,她会在我没烤好流泪的时候, 默默递给我纸巾。 会在我生理期肚子疼的时候, 红着脸给我冲红糖水,准备好暖贴。 会在我和我妈大吵一架, 大过年离家出走时, 二话不说冲出家门, 陪着我走在冷清的街道。 她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 刺破我满是阴霾的人生。 我曾经认为, 遇到她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记忆中, 我那个最爱的少年消失不见了。 三年婚姻里, 她逐渐地晚归, 数不清地应酬。 每天醉醺醺地回来, 承诺我的事情永远做不到。 以前我不小心划破了手, 她紧张兮兮恨不得立刻去医院。 现在, 面对我前不久出车祸脑震荡, 她只不耐烦地敷衍几句, 认为我小题大做。 这十多年的感情与相伴, 难道要到此为止了吗? 我一夜未免。 助务力第二天醒来后, 看到我呆坐在沙发上, 一脸不耐烦, 我和你解释了, 昨晚领导们都在, 我不去不合适。 你用得着一大早就拉着脸子给我看吗? 再说, 生日年年都会过, 现在是我事业拼搏时候, 你能不能收收小姐脾气? 不是全世界都围绕你转的。 明明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却一上来就开始指责。 看到我眼眸通红, 她才顿了下, 不耐烦道, 行了, 今天是周六, 我给你补过生日, 可以了吧? 说完, 将我身边的猫咪推到地上, 自己躺在沙发上, 刷手机。 猫咪受了惊, 喵一声窜了出去。 在她靠近我的那一刹那, 我浑身汗毛淋漓, 心内翻腾, 忍不住跑到厕所干呕起来。 你怎么了? 是不是怀孕了? 她一改之前的不耐烦, 慌忙跑过来, 脸上的关切不似作为。 我推开她, 从她手中拽过手机, 翻出微信。 她看了一眼, 脸色微变, 眼眸里闪过一丝恼怒, 然后整个人暴跳如雷, 谁允许你乱翻我手机的。 你懂不懂什么叫尊重? 助物力下意时间, 手不停地摸着胳膊, 就像每一次她说谎的时候。 我们相识十多年, 我太清楚她每个动作背后的含义。 她此刻的色力内忍, 更像是被抓包后的强行狡辩。 我手机扔给她, 助物力, 尊重是相互的。 你让我尊重你的时候, 麻烦你尊重一下我们的婚姻。 和别的女人暧昧撩骚, 就是你的工作。 那你工作幸福感挺强的, 怪不得天天不愿意回家呢? 不知道我那句话伤到了她, 助物力将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好了, 我以后不去上班, 不和外界来往, 天天在家陪你, 满意了吧? 这一刻, 看着这个恼羞成怒的男人, 我怀疑了, 阳光开朗的她, 暴躁烂情的她, 究竟哪个才是她的真面目? 我见过她爱我时的模样, 所以很清楚知道, 她不爱我时是什么样子。 曾经恬情蜜意时, 两个人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现在却只剩下相看两眼。 两两相望, 惟于失望。 离婚吧。 说出这句话, 我的心好像空了。 我眼里容不得沙子, 尤其是对待我真而是之的爱情。 助物力对我的背叛, 不仅仅摧毁了我对婚姻的向往, 它摧毁的, 是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对亲密关系的信任。 她面上闪过一丝慌乱, 似乎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两个字, 她很清楚, 我内心深处多么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温馨的家庭, 多么眷恋一段亲密的关系。 助物力放缓了语速, 像是以往每次我闹脾气时宠溺的安抚, 你不要胡思乱想, 小题大做。 都是同事, 关系比较好, 开了个玩笑。 好了, 我今天多陪陪你。 在她眼中, 我只是个无理取闹碾酸吃醋的妻子, 她的撩骚出轨, 只是用一句同事关系, 开个玩笑, 一笔带过。 对着这张我看了十多年的脸, 此刻只觉得陌生。 不再搭理她的解释, 我独自一人走出家门, 我漫无目的走在路上,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我妈家门外。 愁愁许久, 鼓起勇气, 擦干眼泪, 我打开门走了进去。 你怎么回来了? 她看了眼时间, 好奇我一大早出现在她家。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就流了下来, 我哽咽道, 妈, 我想离婚。 没有想象中的拥抱, 没有温柔细语的安慰。 我妈双手抱毙盯着我, 冷静中带着一丝冷漠, 现在不是离婚的好时机, 公司马上要上市了, 不能有任何负面新闻。 哪怕你有天大的委屈, 也给我咬牙咽下去, 不准影响公司。 在她心中, 她一手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 比我这个亲生女儿重要太多了。 她绝不允许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发生。 可公司准备上市到股价稳定, 还需要好几年, 我不想再忍了。 妈, 助务力出轨了, 和别的女人撩骚。 不忠诚的是她, 犯错误的是她, 凭什么要我来承受伤害? 凭你蠢。 我妈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心疼, 只有嘲讽, 我早就说过, 助务力这人, 自卑又自负, 缺少稳定的精神内核, 不是好的结婚对象。 可你不听, 恨不得以死向逼, 也要嫁给她。 和你瞎眼的爸一样, 脑子拎不清。 吃吃亏, 常常教训也挺好的。 当初我妈极力反对我嫁给助务力, 给我介绍了很多门当户对的人, 都被我拒绝了。 后来, 在我一次次的抗争中, 我妈终于点头同意。 我还以为她是被我们打动了, 现在看来, 我妈早就猜到了如今的结局。 我一直引以为傲的爱情, 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但内心依旧失落, 我在期待什么呢? 期待她会像别的妈妈一样, 轻轻抱住我, 安慰我, 替我出头, 保护我吗? 看着她焦好的面容, 一张一盒的嘴巴, 视线逐渐模糊。 最终, 心力焦脆的我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 助务力手在床边, 在手机上悄悄打打。 见我醒了, 她连忙将被摔得四分五裂的手机屏幕对着我。 上面还是她和女同事的聊天页面。 老婆, 你看, 我和她的聊天记录, 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的。 聊天信息里, 女人一个劲道歉, 昨晚喝多了, 乱开玩笑, 让嫂子误会了。 还说, 以后有机会, 请我们俩吃饭, 赔礼道歉。 言语俏皮, 再配上无辜呆萌的表情包。 好像她才是无辜被牵连的受害者。 人家有未婚夫的都快结婚了, 感情特别好, 怎么会和我这个已婚男人纠缠不清呢? 她的每句话都在暗示, 是我胡思乱想。 可真的是我胡思乱想吗? 那些暧昧不清的玩笑, 我会和异性开吗? 不会的, 所以并不是我的错觉。 刚想反驳, 瞧见我妈黑着脸站在房门前, 看着我们俩敲打道, 最近都给我谨言慎行, 别给我出幺蛾子, 影响公司声誉。 助物力忙, 不迭点头应成, 妈, 您放心, 我会注意的。 对于我妈这个叱咤商场的女强人, 她一向是害怕和奉承的。 我从前体谅她的不义, 很少让她陪我一起回娘家, 也总是宽慰她。 然而, 无论我多善解人意, 在她心中, 却是一个难伺候的千金大小姐。 多讽刺啊! 我妈满意点头, 让我休息好了, 就和助物力一起回家, 别没事就往娘家跑, 让人笑话。 连我的后路都给堵死了, 不愧是我亲妈呀。 我抬眼盯着助物力, 我想见见那个女生。 啊? 见她助物力有些愁愁。 我冷笑, 她不是要请我们吃饭赔礼道歉吗? 就让她带着她未婚夫, 咱们四个人一起吃个饭。 助物力瞥了眼站在一边的我妈, 点头应成, 好,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 咖啡馆里, 我和助物力等来了发微信的女生, 手机滴滴两声, 是堂姐的微信。 她知道这时候, 怕我被欺负, 也跟着一起来了, 坐在另一张桌子。 你确定她比你小五岁? 无意拉彩, 但这妆容衣着, 我见了都要叫声, 大姐。 她的整形医生水平不够啊, 欧式双眼皮变成欧式双眼皮, 还有嘴唇是打了多少玻尿酸呢? 鼻梁垫的也有点假。 我就说, 医美要做就不能图便宜, 人工网红脸美颜下好看, 现实中跟个鬼一样。 助物力图啥? 天生励志不喜欢, 就天喜欢人造的。 我以为高低是个娇柔的小白花, 这样才能和端庄英气美的你打擂台, 结果找的就是这玩意。 对方刻意装扮过的面容, 还有令人厌恶的香水味, 和那碗, 我在助物力身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这位就是嫂子吧? 嫂子好, 我是崔茶宇。 崔茶宇豪爽一笑, 和我们打招呼, 助哥, 嫂子大美人一个, 你平时聚会怎么不带着嫂子一起呢? 聚会? 看来, 他们经常私下见面, 助物力暗中瞥了我一眼, 有私不自然, 你嫂子不喜欢太吵闹的环境。 而且咱们聚会, 领导们都在, 都不带家属, 我也不好带着。 我神色淡淡, 放下咖啡杯, 替你他, 你未婚夫呢? 崔茶宇歪着头, 壮似无辜眨眨眼, 不好意思啊嫂子。 他出差了, 没办法参加。 我将助物力帝手机扔在桌子上, 那他知道你和有父之父撩骚骚吗? 崔茶宇脸上有一丝难堪, 他大概没想到, 我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撕破脸。 他尴尬摆着手解释, 嫂子你误会了。 我和助哥没什么的, 我是喝醉了乱说的。 这些我未婚夫都知道的, 他很信任我, 尊重我的, 从来不胡思乱想怀疑我。 然后他歪着身子, 双手脱塞笑道, 这只是好友间的玩笑话, 那就是什么撩骚了? 难不成男女之间说个话, 都是撩骚了? 嫂子你也管得太严了。 茶味扑鼻, 和她的香水味一样浓烈且廉价, 脸上带笑, 眼神里却充满挑衅和不屑, 好像我才是那个没事找事的人。 对于你来说, 心疼别的男人就是朋友间的玩笑话。 不然我也发个短信给你未婚夫, 告诉他我很心疼他如何。 打开手机, 翻出一个陌生的电话号, 放在他面前, 不知道你未婚夫晓不晓得你怀孕了。 然后, 我就看到原本笃定不屑一顾的他, 脸色骤变, 面无血色。 先前甜腻的嗓音也不佳了, 带着紧张, 你怎么会有我未婚夫的联系方式? 我冷笑道, 你不是发微信说我是男伺候的大小姐吗? 那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些男伺候的二代们都有个圈子, 刚好你未婚夫也是圈子里的人。 崔茶宇不复先前的淡定和无辜, 姐, 对不起, 就是祝哥工作上庭照顾我的, 我们一时间忘记了分寸。 姐, 我错了, 我不该和祝哥发这些暧昧不清的话, 我以后不会再和他联系了。 求你, 别和我未婚夫说, 我快结婚了, 求你了。 他双手核实, 满脸焦急, 恳求我, 放过他, 害怕我将这一切都告诉他未婚夫, 让他豪门梦碎。 果然, 只有自己切身利益受到伤害, 人才会感到害怕。 他求我放过他, 可, 谁又来放过我呢?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了家, 一进门, 助物力就跪在我面前, 扇自己耳光, 老婆我错了。 我就是嘴上占占便宜,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的。 老婆,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改, 我一定改。 和之前嘴硬的他, 完全是两个人。 我再次审视面前的男人, 眼眸里全是愧疚和慌张, 他双手颤抖抓着我, 别离婚,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是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却还是抵不过那份躁动的心。 我们十七岁在一起, 至今为止, 早就成了家人般的存在。 离婚, 对我来说, 不亚于一次抽骨扒皮。 让我放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不甘心, 但让我装聋作哑, 继续过下去, 我觉得恶心。 闭上眼, 脑子里全是我妈冷漠嘲讽的神情, 我不想等了, 我要尽快离婚。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 可我知道, 这看似平静的海面, 只是掩盖了底下的波涛汹涌。 一个人可以伪装一时, 总归是伪装不了一辈子。 助物历这段时间, 又频繁醉酒晚归。 而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 想到以前, 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傻子。 那时候不论多晚, 我都会等着他回家。 现在, 我只会早早休息, 连电话都不会给他打一个。 当我被咚咚的敲门声震响时, 心情很烦躁。 门外, 助物历喝得烂醉如泥, 被人搀扶着。 是你。 我面色不善看着眼前人。 对方不屑瞥了我一眼, 将助物历推给我, 声音带着不怀好意的调侃, 他喝醉了, 我好心替你送回来。 我早就劝过我兄弟, 千金大小姐又如何。 天天对自己老公冷着脸, 不闻不问, 还默不关心, 还不如人家陪酒的小姐懂事呢。 这人是助物立地发小, 但我却一直不喜欢他。 因为之前,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见过他一言不合, 就抡起拳头打他前女友的样子。 一桌子男男女女, 大家见怪不怪, 正常吃吃喝喝。 平日里, 我和他们接触不多, 见此情况都震惊了, 当时就出言呵斥他, 将被打的女孩子送回家。 这件事后, 他就很讨厌我, 认为我让他失了面子。 我也很讨厌他, 男人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助物立还给他找理由开脱, 话里话外, 使那个女生有问题。 当时我就挺寒心的, 我没想到, 都这样了, 他们居然还能把错误 推到女人身上。 纵然两个人有矛盾, 一个男人也不能仗着自己力量优势, 欺负女性。 本以为我们交际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没想到, 他前女友因此和他分手, 他就恨上了我, 认为是我窜多的。 甚至有一次, 故意让现女友给我打电话, 说些和助物立暧昧不清的话, 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被我当场识破, 怒骂回去。 我和助物立三令五身, 不允许他们继续来往, 助物立答应得好好的, 但没想到, 他们却一直背着我往来平凡。 我说, 你一个女人,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还不让老助和我们玩, 你算个什么东西? 他话音刚落, 我一巴掌就打在他脸上, 看着对方怒目而视, 双拳紧握, 我冷笑道, 怎么? 想打我? 你碰我一下试试, 别以为自己多了二两肉, 都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 连狗都知道不能对母狗动手, 你这种人渣, 连狗都算不上。 我们的争吵声, 惊扰到了邻居, 他们探出头看, 小林怎么了? 有人欺负你? 别怕, 我们已经叫保安了。 这栋房子, 当初是我妈给我买的婚前财产, 房价贵, 地段好, 物业管理严格。 没一会儿, 保安就跑上来, 林小姐, 让您受惊了。 您看, 您要报警吗? 人渣看了我一眼, 落荒而逃, 连狠话都来不及放。 谢过, 关上门, 将烂醉的助物力扔到地板上。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晕到不省人事还是假罪, 刚才他所谓的好兄弟嘲讽我的时候, 一句维护都没有。 就如同当初对方打电话挑拨离间时, 我怒火中烧, 他却像个置身之外的局外人。 事到如今, 我已经没有力气去追究这个人的真情假意。 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 心理医生只能尽力安抚我, 让我多宽心, 别乱想, 用药的剂量已经加到最大了。 突然, 我的手机传来几声震动。 打开一看, 是刚才那个人渣发来的图片。 图片里, 助物力目光清醒, 搂着一个身材火辣, 衣着清凉的女人, 两个人手臂向贴, 目光暧昧。 不是催茶雨, 但两个人气质相似, 也是整容脸。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我兄弟的真爱啊? 我告诉你, 我兄弟一直以来, 爱的都是他初恋, 你不过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罢了。 我想起来, 曾经我翻看他初中毕业照时, 人家都是看镜头, 只有他眼神望着前排女孩子。 他说那个是不懂事时的早恋。 当时我还调侃他早熟, 没想到, 原来这就是他心中的白月光。 突然间, 我想到那个被他珍藏的就误相。 有次, 我不小心碰到了, 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大发雷霆。 从储藏间找到这个箱子, 我长吸一口气, 抖着手打开箱子, 里面有一部旧手机。 我纠结两久, 心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 打开了会刺激到我已经岌岌可危的神经。 但我不甘心, 我想知道我苦苦守护的爱情, 究竟是不是一个笑话。 助物力的电话响了, 我正准备接起来, 铃声又物字挂断, 是未知号码。 此时, 女人的第六感警告我,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回播了过去, 都声之后, 传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祝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我呀? 哼, 说好今晚陪我看电影的, 结果放人家鸽子。 是催茶雨。 我已经不想再生气了, 声音平静对着电话, 那边的人说道, 你的祝哥, 今晚去陪他的初恋, 白月光了。 看来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也不怎么高呀。 催茶雨慌了神, 想解释什么, 却被我挂断了电话。 扔下手机, 我看着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的男人。 我发自内心痴笑一声, 不知道是笑烂情的助物力, 还是自己。 这通电话坚定了 我打开就手机的心。 里面全是他发给初恋的情书, 哪怕是在和我交往期间, 甚至我满心满意 筹备婚礼的时候, 他们也不曾断了联系。 也就是说, 我以为忠贞浪漫的爱情长跑, 是他像狗一样 舔着另一个女人的十年。 原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个笑话。 耳鸣声轰轰作响, 我心跳加快, 浑身虚汗。 眼前已经出现了重影, 如今有多爱这个人, 现在就有多恨他。 他很清楚, 我对家庭有多渴望, 我对他有多依赖。 可伤我最深的那一刀, 却是他扎的。 闭上眼, 全是我妈指责我的话, 和助物力充满谎言的解释。 我据着耳朵, 蜷缩在角落里, 咬着牙, 不让哭声一出。 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这世上没有人爱我? 我爸抛弃我, 我妈讨厌我, 就连我爱了十多年的另一半, 都背叛我。 既然如此, 为何要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内心深处, 被我强行压制多年的自残的想法,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等我回过神, 手中的利刃已经划开了我的皮肤, 留下一道血红蜿蜒的划痕。 我知道, 大概是抑郁症又犯了。 然而, 我心中却松了口气, 此刻世界在我眼中 只剩下阴沉沉灰蒙蒙的颜色。 我强撑着站了起来, 被那团血迹里的金色戒指闪了眼。 那是我原本套在无名纸上的戒指。 不是璀璨的钻戒, 也不是大牌的婚戒, 就是一个朴素的金戒指。 在我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 住物里送我的。 迄今为止, 我还记得, 那天下着大暴雨, 它从另一个城市,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赶到我的学校。 满身疲惫, 但眼神里闪闪发亮, 临隧安, 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未来。 我爱你, 希望我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有你的参与。 这个戒指是他省持俭用, 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买来送给我的。 我一直针而视之, 认为这就是我们情笔金尖的象征。 可看到他发给初恋的消息, 我真的不明白, 当初他跪下向我求婚的那一刻, 内心里究竟想的是谁。 不过, 我已经不想知道, 他到底有多少真情, 又掺杂了多少假意。 看着鲜血一滴滴坠落在地上, 传来悦耳的滴答滴答声。 在我满是解脱的笑意中, 姑姑和堂姐破门而入。 他们慌张抱着我, 拿药箱帮我包扎。 孩子, 你别做傻事啊。 姑姑流着泪, 拖着我胳膊的双手颤抖着。 堂姐紧紧将我拥入怀中, 不停抚摸着我的头发, 安抚着我的情绪。 一开口, 却发现, 我的嗓音沙哑, 你们怎么来了? 堂姐轻声道, 你妈妈给我们打电话了, 她快吓死了, 也在赶来的路上。 哦, 刚刚, 在我全身心叫嚣着自杀的时候, 我将割腕的图片发给了我妈。 我死了, 大概你就满意了。 当时内心里是带着一股恨意的, 为那个自小被她打压的我鸣不平。 姑姑将我弄出的狼藉收拾好, 孩子, 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 都不能自杀呀。 生命只有一次, 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堂姐也在轻声抚慰我, 告诉我, 小侄女想我了, 让我去她那里住几天。 我转过头, 看向窗外, 天空中, 一抹红色的朝霞, 划开了黑色的夜幕。 原来, 黑暗已经过去了, 天亮了。 我们这边的混乱的声音, 把醉酒昏睡的柱物力吵醒了。 她不悦的眼神, 在看到我包扎的手腕时, 愣了, 你又在闹什么? 堂姐呵斥她, 你闭嘴。 渣男, 就是这么照顾我妹妹的。 助务力就这么傻傻, 站在一边, 像个局外人一样, 置身室外撇清关系, 不是, 我什么都没做, 是她有病, 她有抑郁症。 提到的我抑郁症, 助务力眼角划过不耐烦, 好像是什么令她丢人的事。 不知道一天天在矫情什么, 放着好好日子不过。 你闭嘴。 她在姑姑气急败坏的怒吼中, 我妈一耳光打在她脸上。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这样说我女儿? 助务力本来就害怕我妈, 如今更被她怒而发威的气势吓到。 她正正喊了句妈, 却被制止。 我这辈子只有我女儿一个孩子, 不相干的人还是别乱攀关系了。 林岁安, 当初这个男人是你选的, 现在这段婚姻要不要继续下去, 你自己选。 不同于之前我妈的否决, 这次她把离婚的选择权交还给我。 我头晕目眩, 扶着姐姐的胳膊站起来, 助务力, 以前就当我眼瞎, 食人不清, 我们离婚, 好聚好散。 我不同意, 助务力拒绝, 却被我姐骂了回去, 你想屁吃。 丑人多作怪, 还你不同意, 一个垃圾, 都怕脏了我们家碎碎的眼。 赶快收拾东西滚出去, 助务力被赶了出去。 然而, 我妈只是淡淡地瞥了眼我手腕上还在渗血的纱布, 你满意了。 说完头也不回就离开了。 没想到我妈这么冷漠, 堂姐生怕我再受刺激, 紧紧将我搂在怀里, 轻声安慰, 不怕, 碎碎不怕, 没事的, 没事的。 可她的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 哭得比我还痛。 这种感觉很新奇, 就好像我一直以为世界上不会有人爱我, 却有这么一个人, 会为了我而哭泣, 会为了我伤心难过。 我擦掉堂姐的泪痕,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以后不会再做傻事了。 姐, 帮我找找个厉害的律师, 我要让助务力光屁股滚蛋。 堂姐还不放心我的情绪, 有了虐打渣男这个发泄出口, 忙不迭联系靠谱的律师, 让我出气。 助务力不肯离婚, 玩失踪, 让他爸妈来和我交谈。 助务力父母是做小生意的, 这些年攀着我妈的关系, 占点小便宜。 这次我要离婚, 我暗示我妈的助理, 随手断了几桩他们的生意。 他们不希望我离婚, 苦口婆心劝我, 孩子啊, 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给我助阵, 陪我一起的堂姐冷笑, 这么多年感情有什么用, 还是阻挡不住他出去找屎吃。 他父母又搬出老一套说辞, 他知道错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 而且, 你们结婚了, 夫妻一体, 他错了你好好教育他, 这是你的责任。 我, 黑人问号脸, 还需要我教育他, 这三十岁的巨婴吗? 我摁住想发飙仙桌的堂姐, 看着的公婆, 子不教父之过, 她有问题, 责任在你们不在我, 她又不是我儿子, 我为什么要教育她? 她又不是狗, 总不能结婚了。 就是把拴狗绳从你们手里转交到我手里吧。 她回头, 我闲脏, 再说了, 我这儿不是垃圾回收站。 他们见我说话这么决绝, 一改以往的和善, 奸算刻薄, 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这么多年的情分一点都不顾。 我儿子离婚, 照样可以找个黄花大闺女, 你离了婚, 可就是二手货, 就不好找了。 我一脚把桌子踹了出去, 看着他们冷冷威胁道, 你儿子就是找个王八, 那是他有本事, 我尊重祝福, 这婚我是一定要离。 我记得, 我妈手里还有几个你们参与的小项目, 你们也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我从小到大脾气并不好, 只是以前敬着他们是住物立地父母, 是长辈, 愿意敬着, 让着, 却让他们觉得我性子软, 脾气好, 容易拿捏。 这就是人性啊。 听闻我的话, 他们被吓得不敢言语。 我妈手里的小项目停了, 对我们家丝毫不会伤筋动骨, 但对他们确实灭顶之灾。 住物立父母面面相去, 而后陪笑道, 孩子别气了, 这时都怪物立, 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婚姻不是结仇, 你们这么多年感情了, 好聚好散。 电脸之快, 连穿剧大师都自愧不如。 每两天, 住物立找到我, 则问我为什么要恐吓他爸妈。 我不屑瞥了他一眼, 冷笑, 我没有吓他们, 是实话实说。 住物立,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说到做到, 发起狠来, 六亲不认的。 住物立不可置信, 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我们十年的感情, 你就这样对我。 哼, 听到他的话, 我痴笑, 你说的是你一边和我深情不复, 一边舔着你初恋的十年, 还是为了和你初恋之气, 向我求婚的感情。 住物立被我对得不再吭声, 两久后, 他神色不自然, 你都知道了。 他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 见不得光的秘密, 都被我剖了出来。 住物立的初恋, 是他初中同学, 高中不在一个学校, 后来女生攀上了个富二代, 和他分了手。 住物立难过, 消沉了好久。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 他的出现犹如阳光刺破阴霾。 而对于他来说, 我的出现, 也一定程度上治愈了他被初恋伤害的内心。 可惜, 被我疗愈好的心, 转头又被他捧给了爱而不得的初恋。 从大学时候, 他们俩就纠缠不清。 每当那个女生失恋需要人安慰或者想买东西缺钱了, 勾勾手, 住物立就像狗一样, 屁颠屁颠, 双手奉上。 那个被我真而使之的金戒指, 从一开始, 他认定的主人就不是我。 因为那个女生和当时的富二代男票打得火热, 对住物立送上的廉价戒指根本看不上。 一番羞辱后, 住物立才向我求婚。 我以为的感动, 真的只是我自己的感动。 说起来, 我要好好你的好兄弟, 如果不是他点醒我, 我还真不知道你心里还藏着一个白月光呢。 住物立还想用我妈公司上市的事情威胁我不离婚, 却没想到, 我直接将他父母拿回扣的事报出来。 你说, 如果我把这东西交了, 你爸妈会有什么后果? 而且, 你猜你们家还有没有更大的把柄握在我手里? 看到住物立面色铁青, 我瞬间爽了。 最终, 在我和我妈的双重逼迫下, 住物立被迫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根据婚前协议, 属于我的婚前财产我带走, 我们共同财产不多, 全都归了我。 也不枉我费尽心思做了一场大戏, 让我妈支持我尽快离婚了。 从我发现住物立撩骚出轨后, 我就坚定要离婚。 或者在此之前, 更早的时候, 我就有了离婚的想法。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从住物立有意无意响哄着我, 让我替他出资去进行一些投资的时候, 或者是从他总是旁敲侧击, 想利用我进我妈公司的时候。 说起来, 要感谢我妈的鞭策。 即使我在深爱一个男人, 但有些事情上, 我还是很拎得清的。 你可以骗我感情, 但别想骗我的钱。 我的抑郁症确实复发了, 但没有那么严重。 那天晚上, 即使知道了住物立心里面 还有一个白月光, 我也只是韩欣十三年的感情为了狗。 发给我妈的自杀图片是为了告诉她, 如果她不同意我离婚, 明天我自杀的事情就会上新闻热搜。 一个自杀的女儿和一个离了婚的女儿, 相比之下, 后者只是人们饭后茶语的谈资, 而前者才会实实在在影响公司的发展。 尤其是我私下查到住物立父母大雷, 让我妈更加坚定了要我尽快离婚, 和他们家撇清关系。 所以我妈才会那么痛快同意我离婚。 哦, 我顺便发了张律师函, 要求追回住物立在婚姻存续期间, 转给崔茶宇和初恋的大额现金和贵重礼物。 要不是这次调查, 我还不知道, 总和我哭穷的前夫, 对待初恋白月光和暧昧小三这么大方。 香水、包包、微信转账。 谁看了不说一句, 情圣。 崔茶宇打了几次电话想见我, 都被我拉黑了。 然后,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约我见面。 林岁安, 第一次见面, 久仰。 来人是崔茶宇的未婚夫顾妻。 她表明来意, 想要我手里关于崔茶宇和我前夫的聊天记录 和我们谈话的录音。 我想退婚, 但他们家狮子大开口。 我找了私家侦探查她, 但实锤证据太少, 听闻你离婚, 想来也是发现了他们俩的猫腻。 我猜, 你这里应该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很痛快, 就把手上的证据都给了她, 还大方表示, 可以买一赠衣, 表示我可以帮忙把崔茶宇约出来, 让她掌握更多证据。 顾妻挑眉, 为什么要帮我? 我轻笑, 就当是受害者之间的互助吧。 我听闻她俩也是高中就在一起的, 为了和崔茶宇在一起, 顾妻也推了不少家里面安排的门当户对的相亲。 凭什么对感情忠诚之人要被伤害? 和崔茶宇的第二次见面, 少了祝物力, 他也懒得伪装, 林岁安, 你个贱人。 祝哥不就是几个小东西吗? 用得着发律师含锥回去吗? 怪不得祝哥要和你离婚, 娶了你这样的女人真倒霉。 我将手中的茶泼在她脸上, 做了上次就想做的事, 故意激怒她, 你还说你们没什么, 没什么她会送你香水包包? 当老女还这么甜不知耻,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崔茶宇气地想把茶回泼我, 但转而不怒返校, 上下打量我, 林岁安, 你就是千金大小姐又怎样? 还不是被我这种捞女抢了老公? 你老公? 不, 你前夫说, 他只有和我上床, 才感受到一个男人的幸福。 你离婚闹自杀的这些日子, 他几乎每天都和我谈情说爱, 兴致好了, 我们还会来一发。 女人做到你这个份上, 也是够丢人了。 大概是知道我不会放过他, 还催他还钱, 崔茶宇干脆破罐破摔, 直接把他们俩的床罩拿给我看。 任务完成, 在崔茶宇的震惊中, 我把藏在旁边的顾妻叫出来, 不用感谢。 离开前, 还不忘提醒崔茶宇寄的还钱, 不然下一次律师, 寒就发到他们公司了。 不再管后续的事事非非,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我和堂姐带着外甥女一起飞到了三亚散心。 我们踏着海浪嬉戏, 在沙滩上堆城堡, 吃着美食, 唱着歌, 穿梭在一个个景点。 看着外甥女奶乎乎的小胖脸, 我彻底和以前凝巴的自己和解。 余生, 我只想学着好好爱自己。 从三亚回来, 我的房子已经被姑姑重新装修了一遍。 美其名曰, 重新开始。 嗯, 我很喜欢。 不管是新居还是新的生活, 我都很喜欢。 工作之外, 我将多年的绘画拾了起来, 看着一幅幅画坐在我手中诞生。 我很有成就感, 没事就撸撸猫, 拍拍Vlog, 日子过得很充实。 我妈也不再计较我为了离婚而耍的手段。 毕竟她可是利用我离婚这件事为卖点, 将我们母女俩包装成独立清醒的大女主, 从而为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流量。 让公司顺利上市。 在她看来, 只有达到利益最大化, 才是真正的成功。 而我离婚后, 我妈也开口让我进公司核心层学习。 也许当初她同意我结婚, 就是想让我从这段她并不看好的婚姻中明白人性, 从而彻底清醒。 正如我从小到大, 她对我的教育一样。 在听闻住物立地消息是从故七口中, 她又约我见面, 告诉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因为我的帮忙, 她顺利和崔茶宇解除婚约。 和我手下留情不同, 她直接将崔茶宇和住物立的事广而告知, 他们公司上下都知道了。 办公室婚外情, 那是公司大计。 毕竟谁家老婆都不希望自己老公身边有个绿茶狐狸精, 一些人怜悯抵制, 最终崔茶宇被辞退。 听闻除了住物立, 她还试图勾引上司被发现, 上司老婆直接在公司手撕狐狸精, 这一幕被好事者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崔茶宇红了, 黑红也是红嘛。 不过崔茶宇至少把前途出来了, 住物立的初恋白月光就有点不要脸了, 把老赖做到底, 就是不还钱。 初恋早些年攀附好几个富二代, 不过人家又不傻, 都是玩玩就给她甩了。 现在一边当擦边主播, 一边继续勾引有钱人当小三。 有正义人士给她举报了, 还把她当小三的事捅出来了。 现在她账号被封, 很多政妻都起诉她还钱, 人人喊打, 痛快。 嗯, 我也觉得很痛快。 算算日子, 法院的船票应该也快到了。 看着顾七一脸得逞的笑意, 我调侃, 这个正义之师该不会是阁下吧。 顾七顶着严肃的霸总脸, 点点头。 我倒是挺惊讶, 她不像是正贤的人啊。 礼尚往来, 当初你帮了我, 现在我帮你。 这个人情我硬下了。 顾七看着我, 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当初我们双方父母让咱们相亲, 咱俩像是背下了降头都不愿意, 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认识了。 如果我们当初听父母的, 也许现在很幸福呢。 我挑眉, 岔开话题, 顾左右而言她。 顾七也没再继续, 我们俩像多年好友一般聊天。 没想到, 我们喜欢的东西很像。 我喜欢文艺复兴时的艺术, 她也有所得。 她手里的项目, 是和我妈公司合作的, 我也有参与。 她眼神里, 对我浓烈的好感我不瞎, 能看到, 但没兴趣, 至少这一刻, 我很享受独自一人的当下。 在接到住物里的电话时, 她受伤住院, 恳求要见我一面。 听说她一直追求的职位, 被竞争对手撬走了, 整日戒酒消愁, 喂出血。 我不想理会, 但架不住我姐八卦看热闹的心。 捧着白色的花来到病房前, 刚想推门, 就听到病房里传来争吵。 你离婚怪我, 是我让你离婚的? 听声音, 是助物里所谓的好兄弟。 助物力脑怒至极, 如果不是你, 告诉她, 我有初恋, 我怎么会离婚? 林岁安当初不让我和你们玩, 我不听, 现在看来, 她说的都是对的。 她的好兄弟, 都忍不住吃笑她, 拜托, 是我们让你找小三的, 是我们让你和初恋纠缠不清的。 你搞搞清楚, 你离婚是你自己做的, 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 里面传来哗啦声, 助物力把什么东西砸了。 我进去的时候, 她正抓着好兄弟的衣领, 马景涛附身, 明明是你经常鼓动我, 外出喝酒不接她电话, 对她冷暴力, 好拿捏她。 也是你天天说, 她是多, 管得严, 配不上我, 让我亮亮她。 现在, 你不认了。 没想到我会来, 他们二人都有些不自然。 助物历经喜道, 碎碎, 你是来看我的吗? 我把白花放在她的床头, 是啊, 看你什么时候死。 不过, 见你活蹦乱跳的, 估计短期内死不了。 助物力, 一个好的前任就跟死了一样, 以后别再联系我, 也别再让你父母联系我。 热闹看了, 八卦吃了, 我转身就走。 助物力突然跪在我面前, 拿起水果刀, 就要往手腕上滑, 碎碎, 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 只要你能消气, 让我去死就行。 当初你为了我自杀, 我现在就割腕, 我赎罪, 求你别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 我抱着胳膊, 看他惺惺作态, 等着他滑。 见我没有丝毫动容, 助物力愣了, 想上来拉我, 却被他好兄弟不动神色拦下了。 助物力, 你可真像个小丑。 我放出这句话, 就离开了。 刚出病房, 这人追上我, 我们一伙人从小玩到大, 最开始助物力找到你, 我是真心祝福他的。 可后来, 就变成了不甘。 明明都是这样的人, 凭什么他能找到 你这样家是好, 长得好, 有学历, 有工作的女朋友。 而我身边的, 都是一些只会喝酒, 吸烟, 蹦迪, 私生活混乱的女生。 都是差不多的条件, 为什么你选择他不选择我? 家人们, 谁懂啊? 这一刻我都不是震惊了, 我简直无语至极了。 我记得我和这男的都没见过几次, 而且, 我们俩一直不对付。 算了, 不想和脑干缺失的人说话, 心累, 因为极度, 你就诋毁。 见到了美好的人, 不说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配得上, 而是想尽办法把高高在上的他拉下来, 这就是你的喜欢, 真恶心。 顾七突然出现, 站在身边出言替我出头。 我带着他离开前, 眼神冷漠, 声音不屑, 在说喜欢之前, 先学会尊重人吧。 被你这样的人喜欢, 真会气。 看着一脸笑意的顾七, 盯着被我拽着的胳膊, 我连忙松开, 你怎么在这儿? 顾七不自然嗨嗨两声, 来拿个体检报告, 刚巧遇到你。 在内科拿体检报告, 我没有拆穿对方的谎言, 他盛情邀请我, 不如一起吃个饭。 不了, 我等一下要赶高铁, 笑着和他再见, 不是在找理由, 我真的要出门。 我的一个关于小女孩的画作, 被一家画廊看中了, 这次要去谈合作, 顺便去旅行采风。 站在苍山尔海之下, 用相机描绘天地间的美妙, 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宁静 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突然间, 一张脸闯入我的相机里, 看, 我们真有缘, 要不要在一起啊? 突如其来的顾七吓我一跳, 我笑骂道, 滚。 他也笑意吟吟, 好嘞。 字幕志愿者,